七八年前 网路频道还不是很盛行 香港新著名迪达被大学同学鼓励 一起创立了网路频道 要畅谈文化差异跟留学生活 别想到一道受欢迎 未来他希望成为一位全方位的艺人 继续在台湾发光发热 开朗的笑容 亮丽的外表 他是来自香港的YouTuber迪达 来到台湾求学 工作 迈入第七年 他经常透过影片 分享台岗两地不同的文化 那我先跟你们介绍第一个 我觉得很不一样 而且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阳台 他从小就对影视产业有浓厚兴趣 如愿考上台湾的大学之后 与同样来自异乡的CCY一拍即合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吧 班上就有一个马来西亚同学 就是教大家要不要拍YouTube 放在一个平台上面 也可能有很多人看 而且也继续做我们想做的东西 就是拍短片 他们用有趣戏剧化方式 分享生活上感受到的文化差异 连频道名字 也是融入台湾生活后的一大发现 一开始其实想到什么名字 都好像可通 都可以 可是之后就因为买饮料的时候 都会被问到这一句吧 很道地的一句 甜度冰块 经营四年后 他们决定暂停经营甜度冰块 我们当时做这个决定 就想要各自先强壮自己起来 所以就他有做他自己的频道 我有做我自己的频道 然后我们也慢慢地 也有真的是在进步 有在起来 就觉得可能等我们再强大一点吧 然后我们就会再合体 做天都挺快 单飞之后 迪达一边工作 一边尝试新的演出形式 和不同的创作者合作拍片 迪达希望自己能够散播欢乐 给更多人 他们会觉得 我的影片有给他们正面的能量 其实有蛮多的 然后都会来私讯我 就说谢谢你 我可能这任指振很不开心 就是看了那个影片 我会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孤单 我会觉得这一个点是让我自己 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可以 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 迪达在台湾圆了求学梦 明星梦 也在台湾开拓了不一样的生活视野 他规划下一个七年 能成功转型为全方位艺人 用他的方式回馈滋养他的这片土地 对不起 ood regardez